但在未来比如说明年或者是两年三年之内 长租公寓的这个市场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事取决于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租金水平 这还是就是租金水平太低 人做的就不做了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就是关于瑞子 还有像ABS就是房地产金融 发展的怎么样 也就是说如果租金足够的符合市场的标准 另外一个呢房地产金融也能够有很多创新产品出来 来确保不断推出的服务室公寓也好 长租公寓也好 他们的财务是可持续的 那么这个才能够不断的供应 如果租金不好 房地产金融也没有什么机会 也就是宁愿不可流动 不能发债 或者说你不能发瑞子 ABS这些工具都不能用 那你流动性差 流动性差大家就不做了 对 所以的话这就是取决于这两件事 而不是取决于热情 谢谢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